現在都是在台灣 因為最近我朋友他們是做藝術的 因為投一些藝術品當代 然後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做一些結合 當代藝術展或是長期的合作 當代藝術展? 對,大部分都是陶瓷類的 OK 然後也都是台灣的 那所以具體的來講? 距離話,你剛才聊的是說希望有空間 那上次來,每次來的時候 這邊是有空間沒有錯 那他說是要租借,還是要怎麼? 這邊如果是一次性的活動 那倒是免費的 對,那就是不要收錢就好了 那如果要長期 如果是要長期的話 我們是以一年為期 所以每年會有進駐的團隊 那大概可以用一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下一批可能就要到明年一月了 到明年一月了 到明年一月了 我聽前面講是大概十一月了 對,十一月會有一個選拔 對 然後我也想請教 因為我大部分也有在玩一些古董藝術 對 那有沒有可能會去建制像這種 建制一種這種機制 就是 架子或是他的 該怎麼講 因為我玩了很長時間 然後大部分的架子都是 對,Lilibara 我理解你的意思 爸爸很當代的 當代的也是 然後 藝術家的東西有時候 有的有很好 有的又不好 然後我也有玩日本的東西 那日本的茶道呢 他們也有把脈絡 那我很希望說 台灣的是不是有辦法去做到 像 日本的這種脈絡的東西 然後有固定的展覽 政府有這個 鑑定機構出來 有這種 怎麼講 藝術開始有了價值 對不對 當然 大部分的拍賣公司也是有價值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去考慮 了解 這個 當然每一種就是 文化的資產 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系統 對 對 台灣其實 雖然不是說茶道 但是一些冠軍茶什麼的 也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系統 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倒很難一概而論說 你引進什麼技術 我引進什麼創新 他那個 價值的系統就會比較一致 他還是要看那些事情 本身 他本來的市場是建立在 嗯 哪些隱藏的資訊是買方的 就是說是這樣 或者是隱藏的資訊是賣方的 那也有這種 或者是 大家已經習慣了 Auction 或者是 其實大家不習慣Auction 或者甚至像 有些期貨什麼 他已經是Exchange 對 就是我覺得 嗯 有些並不是什麼都會發展 像Auction 或Exchange 的主要原因也是 因為 只要有一些賣方或賣方 還存著那種 我可以就是獨佔大部分資訊 的這樣的想法的話 那這個市場就比較不會演化到就是 最終的那種資訊非常的快速流通的那個情況 對 那還有一次我比較好奇 像這個 政府有在推動第三方的這個 因為我在大陸的時間比較長 那是習慣的有一些 會有所改變 對啊 在那邊的消費 你說行動支付嗎 有啊也有推啊 當然有推啊 會再建立跟晚上嗎 有啊有啊 電子支付跟電子票證嘛 目前是台灣是這兩個 電票像 又又卡一卡通 嗯 現在也有 多少跟一些電子 這邊有合作 所以電子現在用的人也還不少 其實 比起現金的偏好度好像今年才 就是剛剛的剛超過 那我們這邊當然主要的一個挑戰是 現鈔取得非常容易 任何地方都有ATM 而且基本上沒有什麼微鈔 那所以只要他比現金麻煩 就沒有人用 那 行動支付只要比 又又卡麻煩 或一卡通麻煩 就沒有人用 所以這往好處講就是 大家都會往越來越方便去做創新 對 那當然往壞處講就是說 很多人還是覺得其實現金最簡單 對 還沒有什麼關係 關心就對了 主要是因為現金還真的在台灣 蠻容易取得 而且幾乎不會是假的 對 所以每個情況不一樣 每個情況不一樣 但是當然行動支付 就是怎麼樣讓行動支付 在越來越多的地方可以使用 這個確實是政府 尤其是經濟部的一個重點項目 是 我們大概就到了 對 我們的概念就是說 想用的人要讓他盡量可以用 那不想用的人不強迫他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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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